大家跟我們先分享一下 所以你真的是一身功夫 八極拳 截拳道 太極拳 達摩液晶晶 請問達摩液晶晶 你是有自己在做一些融合跟變化嗎 對 就是之前我推廣的這個 魏子瑜伽有氧氣功 就是從達摩液晶晶然後延續來的 因為達摩液晶晶它古補 古補非常的繁雜 所以經過我的改變之後呢 變成簡單 醫學 功效大 所以你是雲端師父 現在就很多長者跟長輩 都跟著你來學這個 因為現在科技進步了嘛 就上了雲端 所以我就在這個網路上 就有一個雲端師父 雲端師父 那這樣你要跟我練功法呢 上我的雲端就可以練功了 手機裡面就可以看到 我知道這課程是秒殺 因為有觀眾說很難報得到 對 收年大學 這個有 剛好看到有一個 九十歲的大師兄 這個大師兄 大師兄 您是跟他 他九十二歲 九十二歲 對 對 他來報名嘛 他來報名 對 練了很多年 他練得非常的勤快 九十歲耶 對呀 九十二歲啊 他騎腳踏車到現場 因為我這個是在中和 OK 所以真的是走氣行血 走氣行血 今天真的有幸可以看到 要您做 這三招 好 好 好 來 一個叫羅漢推背 對 羅漢推背是因為我們肩頸啊 現在很多人肩頸 很僵硬 那這個動作呢 可以舒緩我們的肩頸 對 好 羅漢推背 很簡單 就馬步蹲定之後 這個手最重要叫往上抬 因為你往上抬的時候 會用到我們的肩頸 手伸出去的時候它放鬆了 回來的時候會繃緊 所以它是兩個膝 兩個土 膝 土 手要立掌 這樣拉到肌脉 所以這個每個動作都會帶動到肌脉 哇 等於是預防五十肩啊 真的是精氣神啊 五十肩 因為手抬不起來 所以你只要抬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這個雲虹正宇呢 剛才我們中醫師有講到這個 這個 竹太陽膀胱肌 就是聖魚穴 那我們常常看到 在公園裡面有看到這樣拍有沒有 其實他們就是到處亂拍對不對 那其他人是拍兩個穴道 一個是手它因肺筋 雲門穴 兩邊就是鎖骨在後面 凹陷的地方 那一隻手拍雲門穴 增強我們的肺氣 然後左手呢 後面是拍到我們的聖魚穴 腰的上面一點點 增加我們的肾水 蹲下來拍 拍 完全要放鬆 左邊吸氣 右邊吐氣 哦哦 麻布蹲得越低 功力越強 哇 年紀大蹲不了 蹲低一點 哦 對不對 像我快四十了 所以可以蹲得很低 哈哈哈哈 所以可以 好 再接下來 好 金融絕珠呢 這就是說幫我們吸 吸到我們的體內 那它是一個收工的一個事 雙手互搓七七四九下 搓完之後呢 一叉即可 金融絕珠吸到我們裡面吞下去 對 然後用這個 這個河骨穴 拍到我們這個 丹田十二下 我們做三次 做三輪 再拍 拍十二下 三次做完之後 用劍指呢 輕揉 雲門穴 這裡會痛耶 輕輕地走 輕揉十二下 會痛的話 你肺紅毛就有問題了 對 好 這個揉這個地方 十二下 揉完了之後 深吸一口氣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.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.0 FB 點贊